今天的新闻主角我们继续来谈关心新冠肺炎 请来的是新大波医 沙白诺维纳医院 传染病专科医生 两号男医生 来了解一下这个新冠病毒 还有呢我们在各方面呢 要怎么样的去保护自己 保护我们的社会了 对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戴的口罩 戴的很很准确 而且用水洗手 而且不要触摸脸部的话 每个人在这14天都做得到 这个病毒呢可以把它推开 新大波不会有这个病毒 问题是口罩呢消化量太多了 新大波假设600万个人 而且每一天只是用一个口罩 我不要讲到医务人员方面 我们绝对不够 绝对不够 最多呢也是可能5000到7天 接下来呢我就完全就没有口罩了 第二呢 你看一看一下 那些戴口罩的人 几个戴的方法是对的 几个方法是错的 你可以看得出 其实最少10到20%的人 戴的口罩呢 就是没有盖着鼻子 或者讲话的时候 说啊辛苦啊 就把口罩拉下来 然后又开始讲话了 在这种情况 你的口罩呢 好好的一个口罩 不好好的用呢 那你的效果呢是 一个大铃蛋 没有帮助 它需要很高的自律性 因为每一个环境 都不断地提醒自己 对 皮肤可以感染吗 答案是不可能 不会的 因为那个病毒是很特别 它需要肺部的细胞 才可以进去 这种肺部的细胞呢 是在我们肺部里面 鼻子里面 嘴巴 还有那个眼睛 都有这个病毒进入的方法 那个细胞 所以其实我们的皮肤呢 真的很安全 假设有一杯水 全部都是病毒 我倒在我手上 然后其实我当然 不要去触破其他的地方 其实在用水 用肥皂洗了过后呢 我是没事的 病毒呢 因为水呢 给淹死 我们大家淹死它吧 也就是说 那个游泳池呢 安全不安全 非常的安全 他们其实会感染到这个病毒 但是他对这个病毒呢 反而是没有反应 那感染到肺部的机会 也是很低 一个说法就是病毒呢 跑向身上 那个小朋友的抵抗力 就把他当时 嘿 你是朋友哦 好好了 我不跟你 我不跟你打架 我跟你一起玩 那大概10到14天过后呢 他们就会抵抗力了 那身体的抵抗力 就慢慢紧 很紧悄悄的 把那个病毒推开 所以孩子感染到病毒 可能会有点 比如鼻水咳嗽 这个时候可能会传播 但是他自己本身 肺炎的机会 机会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这样多人那方面呢 小孩子的病情 是最好的 可以 我认为说有帮助 可惜的是 我没法只帮你证实 哪一个口罩好 哪一个口罩不行 那我们听众方面 怎么分析呢 你看一看那个布料 稍微比较厚的 比较好一点 第二呢 就是你多层 你越多层 它的过滤的功能越好 第一个方面就是 连在脸上的那些部位呢 要稍微比较紧一点 服贴的 服贴的地方 要比较紧一点 你太松的话呢 你这个布料呢 也是没法整 你大呼吸 空气不是从那个过滤过的那块布进去 而是从旁边进去 所以自己呢 也是没有帮助 那如果你用这种布料的口罩呢 记得 你不可以只有一个 你需要几个 所以你当然也不会把它丢了 所以你随身需要带一个 一个 如果弄脏了 每几个小时 弄脏了过后呢 放进一个袋子里面 锁起来 带回去 带回去的时候 直接呢 开水 放进去 记得 病毒最怕的是 水 淹死他们 然后呢 你可以 稍微晒干 然后可以继续用 我用一个很好的解答给你 OK 这种人叫做 神 OK 这个 这个是真的 真实的故事 你知道我本身 以前中国 沙士病毒 所以2003的时候 回来新加坡过后呢 我可以在医院里面走 但是每个人看到我的时候说 哇 神在这边走 为什么呢 我不怕那个沙士病毒 因为我有抵抗力 所以同样的 如果你自己本身感染过 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的话 请不要担心 接下来 不可能再种 多一次 按照我们现在 所有的这个防卫的动作 还有提醒 如果大家都做一个 就是我们讲 Socially Responsible 对吗 负起我们的社会责任 你要记得 这个病毒呢 有几个弱点 几个 我们现在从这个节目 学了 水是它的弱点 二呢 它需要找一个病人传播 那如果自己有病在身 我不碰到其他人 那个病毒是不可能跳过去的 它还没有那么先进 所以需要一个人才可以传播 我生病 我自己隔离自己 这样的话 病毒是没法传播 我自己的抵抗力 到头来会控制那个病毒 第三 如果真的需要出去的时候 你戴上口罩 戴得准确 戴得对的话 我是不会传播其他人 你记得这三个要点呢 每个新加坡人做得到 我们新加坡是 我OK 你OK 我们都可以控制这个病毒 问题是 我们生病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照常上班 我们有休假呢 还是出去做我们该做的东西 我宁可你生病 比如在家里 叫你邻居帮你买过来 或者甚至叫那个 外卖 外卖呢 送过来 不要出门 你不要接触到新的朋友 还是新的人 那你肯定 是不可能把病毒传播 这是我们加坡人最强 最能抵抗病毒的方法 我们一定要记着 就是刚才梁医生所说的 请洗手 那么用水来掩死他 对 还有保持心情愉快 要坚定的信念 OK 那你自己有病的时候呢 记得病假呢 虽然你在家休息 请不要出去 请不要回办公室 好 再次的谢谢梁医生 谢谢梁医生 谢谢 963 好歌好FM